恐怖分子袭击了莫斯科的一家音乐厅 这个要说起来真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美国这边反应非常的炫速 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就否认了 与自己和乌克兰没有关系 还有一种脑洞大开的说法 说这个事说到底和特朗普的参选有关 那么这个事情到底是谁干的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张宾论评 身穿迷彩服的恐怖分子 突然就闯进了莫斯科近郊的克鲁库斯克城音乐厅 无差别的扫射观众 并且投掷燃烧弹 手榴弹 这恐怖分子装备精良 行动有素 很明显受到过良好的军事训练 这次恐袭至少造成了四十多人死亡 超过一百多人受伤 估计后续还会有人陆续的死亡 当时的场面可以说是相当的惨烈了 至于说美国这么迅速的就此地无银三百两了 说到底呢 还真有可能确实和这个事没有关系 还真是没有那三百两银子 从目前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说 他们不会直接参与这个事情 可是呢 他们事先知情 但是你说他及时就为乌克兰洗地 这个呢 就有点不正常了 而且反应也太敏感了 很快呢 伊斯兰国那边就宣布了 说这个事是他们干的 我们看早在两周之前呢 在美国外交事务的这个杂志上 就刊登了一篇文章 说莫斯科可能发生恐怖袭击 而最近呢 美国的驻俄罗斯大使馆呢 就发出了警告 说监测到了极端分子正在秘密 在莫斯科策划 他们要发动恐袭 这个美国甚至都提到了音乐会的可能性 看来美国的情报 以及对俄罗斯的渗透呢 还是非常的厉害 也很到位 这个情报的准确度很高啊 尽管美国把自己和乌克兰摘出来了 但是依然你也不能完全排除 就是乌克兰极端分子干的 他们的用意就是要阻挠 这个未来可能进行的俄乌谈判 美国的国内政局现在是暗潮涌动 对乌的政策已经开始出现了调整 减少了援助 特朗普呢 在未来呀 还真有可能再次上台 假设说啊 他在真的上台的话 那很大程度上会调整对乌的政策 很显然是对乌克兰是不利的 那么乌克兰和泽连斯基也许就会被卖了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发动恐袭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那个说法就说和特朗普有关啊 把此事和特朗普关联到一起的 这个脑洞大开的 有点蝴蝶效应的这个说法呢 它确实有内在的逻辑 但是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说法是太过玄幻了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 伊斯兰国搞恐袭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趁着俄罗斯的主要精力是对付乌克兰这个这边啊 是放在战场这边 那也顾不上其他事情的时候 发起这种报复性的恐怖袭击 美国呢 事先和俄罗斯分享情报 它是不想在现在啊 这个乌冲突即将发生重大变局的时候啊 导致这个事态往自己不愿意看到 对自己不利的方向发展 所以呢 首先就要把自己和乌克兰啊 赶快摘出来 你不让俄罗斯这边有借口 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啊 你要再这么整下去 这个对美国自己也非常的不利 而且美国呢 把这个事事先的通报给俄罗斯 也算是给俄罗斯送了一份大礼 在未来的谈判中能够获得更多的筹码 说至于俄罗斯这边 你得到了这个情报 你怎么处理 你能处理到什么程度 那就是你的事情了 反正这个人情我是送给你了